目前成立今年邁入第四年 為什麼會把它成立起來是因為 學在學校都是少子化名 那招生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我覺得射箭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算是在嘉義這邊算是比較特色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也是想把它翻證成有射箭的特色 那剛好學區國小有一兩間是有在培訓射箭選手 所以剛好就一個銜接這樣 在校隊正式創立後 大集國中與中正大學射箭隊合作 由對唱的學生帶領這支隊伍 目前就讀中正大學運動經濟學系大三的姥彥梅 在去年接下畢業學長的火炬 成為這支射箭隊的教練 當初我中正大學有一個學長 他原本就是練帶 然後他那時候看到我有想要帶學生 然後就問我說有沒有想要來嘗試看看 然後我就想說就來帶看看 然後就帶了之後發現還蠻新鮮的 而且我蠻喜歡的我就來了 因為我本身也是從 像他們這樣子的偏向的小朋友起來的 所以從他們身上我會看到說 就好像自己以前的影子這樣子 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透過從中正大學學到的訓練方式 讓他們可以射到現在至少平均有7分這樣子 接觸射箭差不多有4年半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會射箭的人就很帥 然後就想要學習 他跟我說 好啊可以啊 要學就認真學 比賽前都會鼓勵我 然後如果比賽後 成績比較不好的話 也會就是鼓勵 學到比較多就是自信的方面吧 像是如果在課業的話 就是比較有自信 黃冠志也提到 學習射箭讓他的專注度提升 因為射箭需要集中精神的去射出每支箭 所以在這過程中 也是訓練他們的集中力和專注度 大於國中 我覺得大家都是蠻支持 學生去參與這些社長活動的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 那校長這邊 還有學校老師導師們 其實選手要訓練跟去比賽 都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我們其實選手要不要繼續升學 在於選手個人 還有家長那邊 他們彼此的溝通 然後決定權還是在他們 那我們就是一個輔導的角色 那如果他們的需求 我們就盡量可以先去支持他們